你好 三位平常好 三位平常好 大家你们好 我叫秦一杰 来自山东林青 现在在辽城 看了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那你今天到底是来挑战什么呢 我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 直升机100米 快速锁降 那个影视作品里面特种兵 是吧 从那个直升飞机上下来 执行任务的时候 降落到地面 很多电影里有这样的镜头 20秒的话 平均每一秒 5米 董卿给到了30秒 还有叫价的吗 40秒了 40秒 好 20 30 4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评委 和我们的观众一起 我们到第二现场去见证挑战 三位评委已经就座 给大家都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的挑战道具 一台真正的直升飞机 绝对不是模型 稍后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 将会带着我们的挑战者 升到100米的高空 由我们的挑战者 来完成白米锁降的这样一个挑战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好酷啊 我们走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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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 这个就是文化传媒公司的老板了 这哪是文化传媒公司的老板 这明明是个机械战警 但是我看到他身上有个非常非常显眼的标志 中国特战救援队 特战 特战救援队呢 是我在业余的时间 组建的一个公益救援组织 当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 危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发地 到这里去进行救援 所以这是你组建的一个 民间的一个救援力量 是的 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 他和他的小伙伴 要和这个官方的这些救援力量 一起共同去对那些 伸出危难中的人伸出援手 所以很了不起 通常呢我们这个所降的高度啊 都是在20米30米 最高不会超过50米 我刚才查了一下 100米的高空 自由落体的速度 从100米到地面是4.5秒 挑战规则 挑战者将从高空悬停的直升机上 进行垂直快速所降 绳索总长为120米 起点及终点各有一个黄色标记 挑战者如在11秒内 从起点标记下降至终点标记 完成100米速降 极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所以待会你的所有的安全 就是它了 下面也不会有网子 不会有软电 第一点它要安全 挑战不可能很重要 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 在现实11秒的挑战过程中 青衣杰需要以接近自由落体的速度 从高空急速下降100米 它仅仅是用卡扣拴住绳索 只是为了不让绳索与身体分离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进入挑战位置 准备开始挑战 当直升机升空至100米以上时 高空的顺势风速将达到5-6级 这会对秦一级的挑战过程产生极大影响 它能够在11秒安全角落 想战成功吗 做挑战的项目呢 我没有安装任何的保护装置 挑战的高度呢达到了100米 下降的速度呢 也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说我内心 真的是特别的紧张的 准备 准备准备 上天了 好的 挑战直升机已经升空 让我们所有的人默默地祝愿 我们的挑战者能够挑战成功 加油 四十米 但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因为那个跟坐飞机完全不一样 这家直升机没有门 离舱外只有一步 同时我也替挑战人民把冷海 不管它挑战能不能成功 都希望它能安全地降落 对 我们现在看到它在上升的过程中 它所使用的这个垂降的绳索 还在不断地在往空中传递 好 我看到黄色的标记 已经到了地面人员的手中 也就是说 此刻空中的绳子 长度恰好是一百米 而我们还要给我们的挑战者 留出一个将近二十米的 缓冲的安全区 安全的着陆 当我到达一百多米 高空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紧绷的 空中的风实在太大了 直升机偶尔会晃一下 可是挑战者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我真的很担心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比他还紧张 我给你 声音 然后找到分子 黄老师再见 黄老师再见 当秦一杰从一百二十米高空 急速下降时 由于没有任何参照物 它无法及时估算自己下降的高度 所以合适采取制动措施 是秦一杰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用了我的手机 那个不是我手抖 那是因为风太大了 难得 自由落体就算了 可是踩刹车怎么踩呢 就用双手握那个绳子 整个过程中 从五十米到八十米的距离 是热量产生最大的时候 同时呢 绳子对手套的产生的热量 能达到一百七十多度 我戴的是两双手套 如果没有第二双手套的保护 我的手就会受到这个灼伤 秦一杰 你做好准备了吗 秦一杰 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做好了 秦一杰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做好了准备 我宣布秦一杰第一次挑战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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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一杰已经开始了 现在有时五秒 六秒 现在有时五秒 现在有时五秒 六秒 到了 到了 还有尾部还有多少 冲出来冲出来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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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拔了 这个十三秒的时间 超过了他的挑战时间 超过了他的挑战时间 这个十三秒的时间 超过了他的挑战时间 我觉得我的成绩没有问题 因为我感觉 比我平时训练还要快 我仔细回想了 夏洛的整个过程 怎么可能是十三秒 当得知最终成绩为13秒时 充满自信的秦一杰 对主持人的计时成绩产生质疑 我的计时刚才都出现问题 没来得及按一下 挑战过程中 没能及时观察到黄色标记的位置 导致计时存在不确定性 导演组经过商讨 决定利用录制设备进行回放 为秦一杰核实成绩 秦一杰咱们一块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正准备 准备下来的 这时候他开始下降 三秒 四秒 五秒 这个时候突然加速 六秒 七秒 八秒 最终挑战者秦一杰 直升机100米 绳索垂降的时间是 八秒 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记录诞生了 祝贺秦一杰 来 兄弟们 来 当最后回放成绩出来后 我真的是太激怒了 这不仅是我最快的一次 是和大家的见证之下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今天八秒钟这个时间已经带给我们了太多震撼和惊喜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入场 太不容易了 接下来我把你留给三位评委 他们会决定 刚才你和你的挑战项目 能否进入我身后的荣誉殿堂 好的 我在荣誉殿堂等着你 祝你好运 谢谢大长 加油 一速下滑的那一瞬间 我就想到了一个字 神兵天将啊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身手 其实我的真实的身份是 海军特役特种兵 特种兵曾经是 是的 特种兵啊 特种兵可不是一般的人 因为这个要当特种兵的话 首先本身的身体素质 技能 心理素质 体能就要超强 而且是不是也有淘汰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直 在部队待下去当特种兵 我们海军特种大队呢 淘汰率是非常高的 淘汰十分之九 这有一个 淘汰十分之九 是的 你这么下来的时候 你那么快的速度 产生很多的热恋 我看你的手套都涌掉了 当时我戴的那个手套呢 它的瞬间的高温可以达到将近两百度 我身上的这些盔甲 基本上都已经坏掉了 所以说特种兵是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那你在服役的时候 有没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样的军事活动呢 我曾经参加过两次赴索马里护航 其中最深的是第四批 当时我遇到了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海盗机群 数量达到了一百二十余艘 这次护航呢 也是我们背户的船舶 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达到了数量三十一艘的上船 我的任务呢 是在直升机上对海盗进行驱离 所以说比较危险 也是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在国际上 通常你们一队多少人 通常我们一个军舰 将近二十名特战队员 是不是也请他们上台和大家一起见见面 好不好 好的 欢迎欢迎 哇 很整齐 这个就是之前你向我们介绍的 退役之后组织的那个特战救援队是吗 是的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生一些死 或者说一些常人无法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很难忘 我想组建这一个救援组织 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曾经参加过亚安鲁电 一系列的大型地震自然灾害的救援 还有数十起个人局域救援 以及三次大型物资的帮扶活动 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吗 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曾经最难忘的是鲁电地震 当时我们到达了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叫做燕色湖 当时我们到达燕色湖的时候呢 这个燕色湖有一个村子 已经被埋在下面 我们就驻扎在那里 连续连夜进行挖掘抢修 配合国家的救援力量 进行救援挖掘 但是今天秦一杰的表现 以及你所建立的这一支特种救援队 真的让我感觉到了 你们始终牢记誓言 没有忘记最初从军时候的 那一份使命 不忘初衷 我也相信在祖国需要的时候 你们依然会随时奔赴前线 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尊敬的 所以你们担得起荣誉这两个字 对于今天秦一杰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想我们的回答是 只要祖国一生召唤 我们随时奔赴前线 之客准备着 继续作用 进来 虽然已经脱下军装 秦一杰的心中 一直燃烧着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的渴望 相信这名挑战不可能的退伍兵 会第一时间迎难而上 欢迎秦一杰进入荣誉殿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